詞曲 李宗盛 姚教授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一生最大的興趣 最大興趣的研究學問 他有一句說話我永遠都記得 他說只要喜歡你所做的工作 你就不會覺得苦 你就會覺得有無窮的樂趣 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 不過作家余秋雨先生說過 只要有瑤宮在 香港就不可以說是文化沙漠 瑤宮就是我們中國的國學大師 瑤宗儀教授 瑤宗儀初名福深 小字百子 字百念 後來以選堂作為他的字 號故音 晚年也是以選堂為號 上至國家領導人 下至桃李門生 都轉稱他為瑤宮或瑤老 他從事學術研究超過七十年 是學界的漢學泰斗 和內地國學大師貴善林齊命 有南瑤北貴的稱號 有南瑤宗儀教授 瑤教授在五十年代 已經在香港開始教書 一直到現在 其實他沒有停 在香港來說 我相信他是影響了香港幾代的學者 特別是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 歐洲有個漢學家 他的中文名叫詩周仁 是研究道教的一個權威 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在文章裡面說 說瑤教授是他們一整代 歐洲漢學家的老師 瑤宗儀的研究領域很廣 其中一套 瑤宗儀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幾乎涉獵所有中國傳統學術的範疇 包括甲骨學 敦煌學 史學 簡白學 目錄學 考古學 金石學 楚慈學 宗教學等等 轉一步奠定了國學大師的地位 我非常被負柔宗儀教授 他是中國文化的一種 各種各樣的東西都知道 學問非常高 但是他不但看中國文化 對於外國文化也很發生興趣 對於外國文化的地位 是否有關於外國文化的地位 是否有關於外國文化的地位 开始讲起